鸡腿以后别老炖着吃了 像我这么做 既下酒又下饭 上桌抢着吃 首先我们把鸡腿去骨 然后用刀轻轻剁几下 方便入味还熟的比较快 切成手指肚大小的块就行 都看到这了 能给老弟来个双鸡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老弟谢谢你了 切好以后 加盐 胡椒粉 料酒 老抽 用右手先给它抓拌均匀 再加入一小勺土豆淀粉 拌均匀 腌十分钟入味 这个时间我们切点杭椒 小米辣 起锅烧油 下入几个花椒粒 小火炸出香味 用命碗捞出来不要了 然后下入大蒜瓣 炒出香味 把腌好的鸡肉下锅 开大火 不停翻炒 四分钟左右 鸡肉熟透了 咱们加生抽 料酒 翻炒几下 再加入葱 姜 倒入切好的辣椒 翻炒两下 防止糊锅 加蚝油 再来点老抽 还是用大火 炒到辣椒熟透 就可以出锅了 老弟主页 分享了两百多道美食了 如果哪道是你喜欢的 麻烦您帮老弟点个双鸡 有不懂的 就给老弟发消息 老弟看到了 马上回复你 感谢支持 好 好